科学家成功复活48500年前的病毒 网友急了 吃饱了 没事干吗 10月25号 中国新闻网的消息 一支国际科学家研究小组 成功复活了 在西伯利亚永久冻土中 冻结了数万年的7种病毒 其中一种病毒被冻了48500年之久 该研究小组认为 这是迄今为止 复活的最古老的病毒 网友评论 是不是有什么大病 还嫌不够乱吗 嫌着没事 可不可以先研究一下 怎么把新冠给灭了 别急 据悉该团队复活的病毒 都属于潘多拉病毒 是一类能够感染变形虫 等单细胞生物的巨型病毒 即便在永久冻土中度过了数万年 仍然能够感染活细胞 这意味着冻土中其他的病毒 也可能对植物动物甚至人类 仍具有传染性 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 全球气候变暖 导致永久冻土层的持续融化 更多古老病毒 包括陈设了几个世纪的僵尸病原体 或许会重见天日 为了面对可能带来的威胁 俄罗斯建议启动生物安全项目 并呼吁其他北极理事会国家 加入该项目 对此您怎么看呢 抖音